大家好,我叫王光荣 本期课我接着给大家介绍NDK技术 在上一次课我已经对NDK技术进行了介绍 这一期课先对NDK技术的这个原理 最基本最基本的原理进行一个介绍 我通过这幅图来进行讲解 NDK技术绝大部分使用还是Java再去调用C 这幅图上面显示了Java调C的一个过程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 Java直接调C是调不到了 调C函数调不到了 我们要被调的C函数 我们首先必须把它组成一种动态库 就是.so阶位的一个动态库 假设说这下面有一个C元函数 这个C元函数已经被完整地实现 那么我们具意想调这个函数的话 我首先就必须把它组成一个动态库了 一般动态库的名字是这样的 LIB开头 然后呢.so阶位 当然具体怎么做是我们后面的内容 如果说这个做好了 我们抓到去调C元了 不是去调C函数了 就是调准确的时候是调这个.so这个动态库里面的这个C函数 当然这个动态库的内容又来源于C 它去调函数的时候功能实现起来是一样的 有了这一步之后 我们要想去调用它也得经过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这里有个实例代码 system.loadlibrary.wgr 这一行代码的作用 就是在抓把当中去交载动态库 就交载lib.so这样一个动态库 注意这个名字 我们必须把前面的lib和.so都去掉 只写lib和.so中间的内容 它就知道了 就这样写就可以了 当然中间这个wgr这个是名字是可以随便改的 有了这一步准备工作之后 我们第二步是要去声明一个本地的方法 这里的private native void show 它就是去声明了一个本地的方法 它声明的方法呢 它又去对应的一个方法 就是lib.wgr.so这个动态库里面的这个函数 当然这个函数名字比较差 java 消化线com 消化线fs 消化线test 消化线helloworld 消化线show 然后呢还会发现这其中有一些参数 那么这个show函数和这个动态库里面的这个函数 就可以进行一个e的印象 这个内容是我们后边 它为什么这样对应的这个 为什么要这样对应 这个内容是我们后边这里的这一部分内容要单独讲 就是在本地函数静态注册 在这一块内容里面讲 现在呢我们不妨去管它 现在你只要知道上面这个函数与上面这个动态库的函数是对应的 有了第二步 然后第三步就直接去调我们的本地函数 修函数 只要我们去调修函数实质上我们真正执行的函数 做动态库之后在java里面的要分三步 第一去交账动态库 第二 声明动态库函数对应的一个本地函数 第三 直接调用 这就是我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入门的一个 一个理论 谢谢大家 这期课就讲到这里 下期课我们继续